这五位演员的拍戏现场让所有人都害怕 第一位舒奇 据说当年舒奇在拍摄电影《幽灵人间》的时候 一共分两个造型 一个浓妆艳抹 一个淡雅清新 虽然是同一个人出演 不过却要塑造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 可是有一场舒奇扮演那个清纯造型的角色之时 现场的电视荧光屏却突然闪了两下 然后就出现了非常妖艳的舒奇 更加奇怪的是当天的舒奇造型根本和这个完全不一样 等到导演和摄像师上来查看 是不是录音机放了其他的旧胶卷之时 才惊讶地发现 其实机子内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领带 所有的人都被吓得目瞪口呆 一直到现在为止 舒奇都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位张博之 张博之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跟自己的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但是却对鬼片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抵触 在第一次来到日本的时候 张博之的妈妈突然觉得有人在挠自己的绞心 张博之和自己的姐姐已经处于熟睡之中 所以妈妈也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没过几年张博之和姐姐重新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怪事又再一次发生了 电视不停地开关 吓得张博之将头闷在了被子里面 可就在这个时候 姐姐却看见了一个身穿和服 没有头的女人骑在了张柏之的肚皮之上 在这之后张博之吓出了阴影 就连灵异类型的影片都不敢再接了 第三位朱英 朱英有一次在内地拍戏的时候 独自一个人来到了洗手间冲凉 门口和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人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总是有东西不停地在拍打着外面的玉帘 朱英在听到以后赶快拉开帘子走了出去 可是却没有在外面看到任何一个人影 当时的她非常的害怕 第四位李彩华 有一次李彩华在内地演出的时候住进了酒店之中 在晚上睡觉之前 她将房间里面所有的电影和收音机全部关掉了 但是到了半夜她却听到了刘德华的新歌 刚开始的时候她还认为是旁边的人在放 所以还专门过去敲门 可是却发现门里面没有任何的动静 就在李彩华认为事情有一些奇怪的时候 回到房间里面以后 她竟然再一次听到了同一首歌 而且这首歌还是从她的收音机里面传出来的 一直到现在为止 李彩叶也想不清楚当天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第五位温赵伦 温赵伦有一次在剧组里面休息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个老艺人的声音 温赵伦 你睡觉还发出声音很难听 当时的她马上睁开了自己的眼睛 并且向这个艺人不停地道歉 此后这个老艺人又叫温赵伦起来去拍戏 在拍完戏以后 温赵伦还专门拉住了那个老艺人 并且向她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和谢意 可是也没想到 到了后来温赵伦才惊讶地得知 那个老艺人其实在当天根本就没有出现在现场 而且还没有任何的通告 可以说得上是非常的诡异 各位网友你们认为这些明星是不是真的遇鬼了吗